盘点风神十大法宝排名 竹仙剑仅排第二 六魂翻竟险仙秒杀六大圣人 第十名 孝天犬 孝天犬既是神兽 也是法宝 原形为白色短毛细犬 孝天二字来源于古代传说天狗时日 无论是风神榜还是西游记 孝天犬都堪称头等杀技 而且他口下不咬无名之神 无论你是财神赵公明 还是斗战圣佛孙悟空 只要被孝天犬咬住 就算你是金刚之身 至少也要掉一块血肉 其中在对战碧潇仙子之时 杨俭记起孝天犬 对准碧潇肩膀哈吃一口 连皮肉带衣服一起扯下来 碧潇又急又休退回阵中 等待第二次对战杨俭时 碧潇仙子对大规模杀杀性武器 孝天犬十分愤慨 先是布下九曲黄河阵 然后对着杨俭大贺 让他再放孝天犬赌胜负 过来啊 由此可见 碧潇对孝天犬的怨恨有多深 就连号称圣人之下第一人的孝宣 面对杨俭的啸天犬时 也是吓得落尽神光逃跑 有诗赞曰 仙犬修成好戏妖 形容白相势如雕 铜头铁镜 难招架 遭遇凶风 古一销 第九名 乾坤圈 乾坤圈是哪吒的本命法宝 跟着哪吒一起降生 乃是前缘栓金光洞 震动之宝 乾坤圈外表像个金镯 能大能小至金至刚 可近战可远攻 而且自带跟踪功能 一旦脱手 必定击中 在封神中 哪吒曾用乾坤圈 斩杀巡海叶叉和龙宫三太子 就连老龙王敖广 也被慈宝打个半死 据统计 哪吒一共用金刚圈 砸死四人 打残22人 真所谓 擦着就伤 胖着击死 在西游记中 哪吒的乾坤圈 更是大发神威 孙悟空和猪八戒 连手都打不过牛魔王 被哪吒几下金光圈砸下去 差点把老牛砸成一片熟牛排 最后还是铁扇公主 主动献上芭蕉扇 并承诺 带着牛魔王归顺天庭 哪吒这才停止砸牛行为 在哪吒协助孙悟空 捉拿金皮白毛鼠时 乾坤圈也是立下大功 由于老鼠洞四通八达 哪吒和孙悟空等人 根本找不到唐僧和老鼠精 哪吒记起乾坤圈 化成烟雾 果然几秒之后 老鼠精被逼出洞穴 关进玲珑宝塔 由此可见 乾坤圈不但威力巨大 而且善于变化 对各种妖怪都极为克制 堪称法宝中的极品 第八名 樊天翼 樊天翼是铲教仙人 广成子振动之宝 因其杀伤力巨大 而且专拍脑门 被派杀者 王莽死撞惨烈 故将其排在诸神兵之手 传说不周山被祖屋共公转断后 原始天尊以半截不周山为原材料 炼成仙天灵宝 樊天翼 将他赐给大徒弟广成子 凭借翻天翼的强大威力 广成子成了名副其实的圣母杀手 结教共有五位圣母 其中广成子在破金光阵时 用翻天翼打死了金光圣母 在加盟关上 火灵圣母被翻天翼砸碎脑壳 在广成子三叶毕游宫时 归灵圣母主动挑衅 最后被翻天翼砸出原形 弓天教主大师颜面 一怒之下 将归灵圣母赶出毕游宫 如果说这些还体现不出 翻天翼的厉害 那么阴教在盼州投伤后 使用翻天翼 生擒黄飞虎和黄天化 还用他打伤哪吒 最后广成子亲自出手 阴教祭出翻天翼打来 广成子慌忙之下纵光而逃 翻天翼虽然十分强大 却被其他法宝所克制 然能道人从太上原始 接引西王母那里 分别借到离地雁光旗 玉须姓黄旗 青莲宝色旗和素色云界旗 有了这四方旗帜 翻天翼终被破茧 第七名金娇俭 金娇俭本是三宵中 云霄仙子的武器 传说通天教主 斩杀太古阴阳蛟龙 以九龙鼎 炼化九九八十一天而成 慈宝采集天地之灵气 受日月之精华 杀伤力三界第二 仅在诸仙四剑之下 金娇俭第一次登场 就把产教副教主 燃灯道人的梅花鹿 一截两段 燃灯道人逃回卢棚 感叹金娇俭的厉害 就在众人被吓住之时 鹿鸦道人赶来助阵 在和赵光明对战三五回合后 对方激起金娇俭 鹿鸦当场下跑 可以说赵光明 仅凭一见金娇俭 逼得西齐大军不敢出战 最后还是鹿鸦 使出了定投击剑书 这种阴招 才将赵光明除去 而有了金娇俭的穷枭 在面对太上老君之时 仍然不虚 可怎奈何双方实力差距太大 金娇俭被太上老君收入袖中 必消人亡身败 金娇俭的威力 虽然强大无比 但受限于使用者 不只能将其排在第七名 第六名 汇元金斗 汇元金斗是封神中 威力最大的开天法宝之一 包藏天地之庙 天地人皆可收进去 被盗祖红军分给最疼爱的小徒弟 童天教主 后来又被童天赐予三霄 封神一战中 三霄利运汇元金斗 将铲教十二仙各各其拿 师仙之神 萧仙之魂 献仙之行 损仙之气 丧仙之本 损仙之体 而且有失为证 慈斗开天长出来 内藏天地暗三财 必由宫里清传寿 铲教蛮人 尽受灾 最后还是太上老君亲自下凡 用风火固团 召唤黄金力士夺走慈宝 三霄这才被制服 封神结束后 三霄被封为宋子娘娘 汇元金斗仍归他们执掌 无论是神是人还是鬼 无论贵贱贫富与否 都要从金斗中转世投胎 河南安阳长城关 至今仍有座三霄店 店中最右面的必销 手持的正是会员金斗 第五名 斩仙飞刀 斩仙飞刀的主人是鹿鸦道人 取自开天葫芦藤上的红色葫芦 鹿鸦每次使用完瓷宝杀笛时 红葫芦里会冒出一个 长着五官和翅膀的人头 人头就会目射白光 定住对方元神 鹿鸦在念动宝贝 请转身或者请宝贝转身 就可取人手机 瓷宝在风神中一共出场五次 分别斩杀了百里 鱼猿 圆红 蚯蚓和打几 其中鱼猿有金刚之躯 蚯蚓有土盾掩护 圆红有72般变化 打几魅绝天下 无人忍心下手 但全被斩仙飞刀砍去头颅 而且斩仙飞刀并不像其他法宝那样 有很多限制 只要能说话就可以驱使 比如鹿鸦将斩仙飞刀借给江子牙后 江子牙用它斩了圆红和打几 要知道如果就武力而言 十个江子牙也不是圆红的对手 但有了斩仙飞刀 江子牙杀圆红 就如同补兵一样简单 其杀伤力和功效堪称风神一绝 难怪后世之人 曾将此刀和诸仙四剑 并列为风神最强法宝 第四名七宝妙术 七宝妙术全称为七宝妙刷术 是准提圣人的正道法器 据说是准提本体 再加上金 银 琉璃 波 车渠 赤珠 玛瑙 七宝链制而成 七宝妙术号称无物不刷 堪称风神pose机 曾对战孔轩时 准提道人使用七宝妙术 先后刷走孔轩的大杆刀和金鞭 孔轩仅剩两只空手 变出真身孔雀 使出五光神色照相准提 准提假装被刷 等进入五光神色后 准提现出圣像 坐在孔雀身上 孔轩无可奈何 只好当了准提坐骑 在外仙阵一战中 准提提的孔轩 将七宝妙术 对准通天教主一刷 通天教主的倾平剑 被打得粉碎 七宝妙术除了强悍的攻击力 同样拥有强悍的防御能力 在决仙门中 准提道人手执七宝妙术 放出千朵青莲 射出通天教主的决仙剑 最终和其他三大圣人 破了诸仙剑阵 第三名 山河设计图 山河设计图本是女娲法宝 后来借给杨简使用 此图可滋养天人 化身万物 据说里面自称一方世界 为后天功德至宝 杨简在对战袁红时 眼看自己不是袁红的对手 幸亏女娲娘娘及时赶到 将山河设计图授予杨简 杨简将此图化为一座大山 袁红在和杨简打斗的过程中 不小心进入此山 任凭她如何上寸下跳 都不能逃出山河设计图 山河设计图最厉害的一点在于 她可以随着敌人的心思改变而改变 撕山一山 撕水一水 想前就前 想后就后 袁红在幻境中献出原身 不知不觉吃下一枚仙桃 随后精灵骨被穿 袁红束手就擒 第二名 诸仙四剑 诸仙四剑分别为诸仙剑 陆仙剑 仙仙剑和绝仙剑 原属于盗祖红军之宝 后来在分宝言传于弟子通天教主 为通天教主力教之宝 和诸仙四剑配套的 还有诸仙阵图 二者结合可布成上古第一沙阵 诸仙剑阵 相传盗祖红军在传此四剑时 曾公开告诉其他六圣 此阵非四圣合力不可破 有了诸仙四剑的通天教主 受多宝道人挑拨 在戒牌关摆下诸仙剑阵 斗原始天尊和太上老君 怎料二圣找来了准提和接引 四圣合力 诸仙剑阵被破 通天教主曾作诗 赞此宝剑 非铜非铁 亦非钢 曾在须弥山下藏 不佑阴阳颠倒面 岂无水火 翠锋芒 诸仙立 陆仙王 献仙四处起红光 绝仙变化无穷妙 大罗神仙 血染伤 诸仙四剑虽然杀伤力第一 但却无法镇压气韵 故只能屈居第二位 第一名 六魂藩 六魂藩为通天教主所有 此番呈三角状 有六条范围轻轻飘扬 相传可用于重立地水风火 改造天地万物 乃是通天教主的最后杀手锏 在诸仙剑阵被破后 通天教主因为失了四剑 又被老子准提等人打了几下 一动之下设立万仙阵 在其中祭拜六魂藩 藩下六尾各自写有 太上老君 原始天尊 金颖道人 准提道人 激发 江子牙等人名讳 早晚用福音激败 待拜完之日将此番摇动 四上级激发 江子牙就会立即毙命 此宝本是通天教主 最后的必杀手段 怎奈长尔定光仙 中途逃去敌方阵营 六魂藩也被盗走 最终计划泄密 通天教主也功拜垂成 作为封神最强的法宝 六魂藩的威力排在第一名 当无意义 看完封神榜十大法宝 大家认为这种排名合理吗 欢迎在留言区里 和小编进行讨论和交流